曹昆汇选成功正在兴头上 不料奉天 浙江和西南各省纷纷通电反对 兵阁之祸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直系大将吴佩孚对此十分注意 各省只要有人到洛阳 吴佩孚都会详细询问该省的情况 以便采取应对措施 一天有人来报说马记回到洛阳 吴佩孚立即传箭 询问湖南的情况 马记说赵恒蒂的势力已经得到巩固 南军一时无力进攻 军事方面不用担心 但有一层大帅需要注意 就是国民党改组和组织国民政府的事情 南方进行的非常努力 万一实现了危害不小 吴佩孚说 关于这两件事的消息我也得到了不少 但是详细情形还不知道 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吗 马记说 孙中山因为中华革命党成分太复杂 没有活动能力 组织形势又和时代不适合 所以决心改组 加之俄国的代表岳飞到南方和他会晤之后 他又决定和苏联携手 现在听说俄国又派了一个人到广东来 那人的名字我倒忘记了 说着低下头苦苦回忆 吴佩孚也跟着想了一会儿 忽然说 可是叫鲍罗廷吗 这人的名字我倒是早就听说了 马记也想起来了 说正是正是 那人到了广东以后又制定了几项方针 一项是容纳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 一项是国民党的组织采用共产党的组织略加变通 一项是虽以三民主义为党纲 而特别注意与共产主义相通的民生主义 并听说孙中山已经派廖仲凯到上海和各省支部 接洽改组的事情 看来距离实现之期也不远了 吴佩孚问 这是国民党改组的情形 还有国民政府的事呢 马记说 他所以要组织国民政府 动机是在争夺广东的关税 因为这次索要关于交涉失败的原因 在于没有得到各国承认的地位 因此想联络反直的各派 组织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府 再要求各国承认 听说现在也分派代表 到各处分头接洽去了 吴佩孚笑道 这两件事你以为如何 马记说 以我之见似乎不可忽视 吴佩孚说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所谓党原者 无事则聚 有事则散 孙中山想靠着这批人来成他的工业 真可谓是殊胜之见了 马记又说 虽然如此 大帅也不可不防 他现在北连奉天张作霖 东连浙江卢永祥 势力也不可小看 本来吴佩孚的见识未必不如马记 但因为胜仗打多了 便有些刚愎自用 于是笑着说 绝无可虑 奉章是盗匪一流的人 只能勾结匪军罢了 老洋人的部队业已击溃 只有孙美瑶一个人 尚属可虑 此外我们直系部队 都是可靠的干城 难道还怕他们进攻不成 吴佩孚提到的这个老洋人 是1922年到1924年 活跃在河南陕西湖北一带的土匪 后来死于内部火兵 马记说 不错 他在湖南听说老洋人受了奉章运动 给大帅知道 想调集江苏 山东 安徽 河南 陕西 五省的一部分军队 以四万人去包围他 预备一举解决 不料事迹不密 被他逃入宝峰 鲁山 南洋一带的山中 巨险顽抗 后来张渡军率领五万大军 包围痛脚 他又突围而出 想逃到湖北边境 又被湖北军队劫回了 情形是这样吗 吴佩孚叹道 匪军原是最靠不住的 譬如山东的孙美瑶 自从他劫持金仆路火车 被昭安坐了关以后 土匪闹得更凶了 杀人放火 劫教堂 卤洋人 去投奔他的人不知有多少 究竟这些人是羡慕孙美瑶 所以起来校游 还是嫉妒孙美瑶 借此和他导弹 还不能确定 不过无论他们是嫉妒 或者是校游 现在已经到了 非杀孙美瑶不可的时候了 马记说 孙美瑶自接受改编以后 剿匪还比较认真 当初既然已经赦免他的罪行 又给了他官座 现在恐怕杀之无名 吴佩孚说 不杀他 等他受了奉章的蛊惑 发生变乱时 再要杀 怕不容易了 马记沉默不语 吴佩孚又说 这件事我已决定 无论如何 总不能像对老洋人那样 养拥一患 马记说 既然如此 大帅何不写一封信 给山东都军正式旗 叫他向机而动呢 吴佩孚笑着说 此言正合无意 随即写了一封信给正式旗 大致是说 山东自收编匪军以后 而匪祸更加严重 非杀孙美瑶 不足以断绝匪徒的希望 否则临城巨岸 恐将屡献 而不可覆遏 老洋人部 以不早图 以至今日之患 遗物何可在物 望一切注意之 正式旗得到吴佩孚的命令 和幕僚商议 幕僚说 剿灭孙美瑶这件事 现有吴可章团长在那里 只要叫他处处留意 查看动静 如果有机会 再动手也不晚 正式旗认为有道理 便密电吴可章 让他随时留意孙美瑶的动向 这吴可章是正式旗所部 第五师第十七团团长 自从孙美瑶改编以后 正式旗就委任吴可章 为孙美瑶那个旅的 执法营务处长 叫他监督该旅 办理一切 吴可章因为是上级机关 派来监督的 对于孙美瑶的种种行为 免不了随时防范 孙美瑶又是年少气盛的人 现在做了旅长 吴可章无论如何 总是自己的部下 因此他也不肯退让 尤其是孙美瑶部下的人 向来跟着他们头领 胡闹惯了 忽然冒出个新上司来 很不舒服 另外也替孙美瑶不服气 于是早一句晚一句 在孙美瑶面前 挑唆出许多是非来 孙美瑶很气愤 就时时想除去吴可章 而吴可章呢 见他行为日渐骄横 只得随时禀报省礼 请示办法 正是其得到他的密电 便密令他找机会解决 这次孙美瑶因为在剿匪的时候 得到十七支枪 没有上报 自己直接留下了 吴可章认为孙美瑶处置不大 逼他交出来 孙美瑶大怒 坚决不肯 双方越闹越僵 差点动武 吴可章便把此事的始末 星夜电告正是其 说孙吕全军即将划变 请立刻派大军防卫 正是其接到电报 急忙命令 衍州镇首使张培荣 率领本部一个旅的军队 前往相机处理 这件事办得非常秘密 孙美瑶一点都不知道 这时候地方上的绅士 听说吴可章的军队 要跟孙美瑶发生冲突 十分恐慌 于是联合各团体出来调解 局面暂时得到缓和 等张培荣赶到时候 事情已经了结 张培荣因为是 奉正是其命令而来 不好就此丢下不管 就暗中约吴可章来商议 询问孙美瑶是否靠得住 吴可章就把孙美瑶 如何骄横 如何不法 如何不遵命令的事 说了一遍 又说 这个姑且不必问他 既有吴大帅的命令 他叫我们怎样办 我们就该怎样办 伪了他的命令也是不妥的 张培荣说 据你的意见 要怎样办才好 吴可章说 都里既然派镇首使前来 当然要请镇首使主持一切 我如何敢擅作主张 张培荣默然想了一会儿说 我明天就假借 替你们调停为名 请他到中兴公司赴宴 就此把他拿下 杀了如何 吴可章说 此计甚妙 但是同时还要请镇首使分配部队 防止他部下滑遍才是 张培荣说 你放心吧 第二天 布置妥当之后 就派人去请孙美瑶赴宴 孙美瑶不知内情 带了11个随从 欣然而来 张培荣把他接进来 两个人笑着 谈了几句剿匪的事情 张培荣先喝退自己的左右 孙美瑶以为是有什么秘密事 要和他商量 也命令自己的随从 退到外面去 过了半晌 不见张培荣开口 正要问 忽然张培荣变了脸色 立声问道 郑都军 屡次命你入山剿匪 你何以不去 孙美瑶这时候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 急忙答道 不是不去 实在因为兵太少 不能包围他们 所以屡次被他们漏啊 张培荣拍案 喊了一声 拿下 孙美瑶大惊 刚想去拔自己的手枪 背后撞过八九个标形大汉 将他两臂抓住 掀翻在地 用麻绳捆了起来 孙美瑶大呼无罪 张培荣说 你绑架外国人 要挟政府 怎么能叫无罪 孙美瑶说 那是过去的事 政府既然已经赦免了我 将我改编为国君 如何要失信于我 张培荣说 你既然知道赦了你的罪 便当知恩图报 如何又敢暗通胡匪 阴谋颠覆政府 孙美瑶问 证据何在 张培荣说 事实招招 在人耳目 何必要什么证据 孙美瑶大声常叹 我杀了好多人 一死何足兮 但是你们这些人 大权在握 要杀一个人 也是很平常的事 何必借着 莫须有的事情来诬陷我 张培荣也不回答 赫令退出去 斩了 这是民国12年 12月19日的事 孙美瑶被处死以后 随从11人也都被杀了 他有一个连的卫队 也被无可章解散 而周天伦 郭奇才的两团人马 得到这个消息 并没有什么举动 过了两天 由张培荣下令 全部缴械 发给一笔钱 潜散了 这些人也有回老家 做营生的 也有因为谋生不容易 仍然去做土匪的 山东的匪祸 因此闹得更厉害了 张培荣解决了 孙美瑶之后 发电报给郑士奇 和吴佩福汇报经过 吴佩福正在交集 因为老洋人攻陷了 湖北的云溪县 杀死四千多人 还把活人扔到河里 当桥踩着过河 引起舆论的攻击 此时听说 孙美瑶已经解决 倒也少了一桩心事 那个老洋人 起初是想冲入四川 和熊克武联络 共同对付职军 因为被湖北军队截击 又流窜到陕西 被陕西军队围困在 上落之间 打了很久也不能得手 只好又回到湖北 想跟着支援四川的 直军再进四川 一路上 焚略惨杀 十分残酷 相继攻陷了 云溪 早阳等县 直逼襄阳 襄阳镇守使张连生 因为兵力分散 无法抵御 只得必成固守 同时向都军 萧耀南告急 萧耀南一面派兵救援 一面又惦请河南派兵独结 那老洋人虽然部下有两万之众 却因为子弹不足的缘故 不能持久 正在着急 忽然赵杰派人来见他 赵杰就是前任河南都军赵涕的弟弟 老洋人急忙把来人请进来 问他详细的情况 来人告诉他 赵帅说 子弹尚有二十余万 现在玉东 就是河南东部 但是不能运到这里来 如果贵军要用的话 可以自己回去取 老洋人大喜 打发他走了 然后集合部下将领商议 主张即日回河南 大家都不出声 老洋人又说 现在大敌当前 最重要的便是子弹 子弹没有如何用兵 所以我主张即日回河南去 部将丁宝成说 这话虽是实情 但是弟兄们奔走数十日 苦战越狱 如何还有能力回去 老洋人大怒 别人都没闲话 就你在这儿啰嗦 分明是有意怠慢我的军心 不办你 如何警戒别人 说着便贺令左右拿下 众将都带为讨饶 说了半天 老洋人的怒气才平息 叫人放了丁宝成 丁宝成到了县 忍着一肚子气 跟着众人又向河南开拔 所经过地方的百姓 听说老洋人又回来了 都吓得躲避一空 土匪们就算想找一粒米 都很困难 这批土匪忍饥挨饿地赶路 见了官军还要打仗 苦不堪言 因为饿生了病 因为生病而死掉的不计其数 小喽啰们怨声载道 就连头领们也快扛不住了 只有老洋人 因为是大头领 一路上有轿坐 有马骑 两条腿不吃苦 饿了也有吃的 他又不知道体恤不下 只管催促前进 更激起士兵的反感 这一天走到金汉铁路 因为事先打探到 有护路的官军驻张 便叫部下准备厮杀 将士们听了这命令 都不禁口出怨言说 跑来跑去的 不知走了多少路 每天又找不到吃的 还叫我们厮杀 可是嘴里虽然这样说 又不敢不准备 没想到那些护路的军队 听说老洋人率领大队土匪来了 竟然吓得不敢出头 又怕土匪劫车 酿成第二个临城劫车案 担待不起 便拦住往来车辆 远远停下 放土匪过去 土匪见此情形 就大摇大摆穿过了金汉铁路 继续向东 这一路上虽然无人可杀 没东西可抢 不过还有许多房子 土匪们建了就烧 因此老洋人所路过的地方 都变成了一片焦土 等匪军到了夹县的时候 饿得再也走不动了 好在城内的军民早已逃光 倒也不必厮杀 便可以入城驻扎 老洋人急于赶路 见天色还早 就不准住下 传令放起一把火 再向前开拔 那些匪军进城以后 一建有房子 早已经乱纷纷的钻到里面 躺下休息了 还有人东寻西找 想弄些食物来冲击 没人肯走 老洋人传了三四次命令 还是集合不起来 他就急了 把几个大首领叫到面前 大骂了一顿 还说 如果再不遵令 便先要把他们几个枪毙 几个大头领不敢声变 就照样吩咐小头目 谁不遵令 枪毙谁 小头目又用这办法 去吓唬小喽啰 那些小喽啰十分怨恨 又不敢不走 就集合起来 乱哄哄的开拔 刚到城外 忽然丁宝城的部下 有个小头目 跟小喽啰争吵打起来了 事情被老洋人知道 立刻传去讯问 原来那小喽啰 在一家的天花板上 老鼠窝里 抓到几只 还没睁开眼睛的小老鼠 就急忙拆了几块天花板 烤老鼠吃 但是因为赶着开拔 还没烤熟 那小喽啰把几只半生不熟的 烤老鼠塞在口袋里 又随手把那几块烧着的天花板 往墙壁边上一扔 把房子点着了 然后拔脚就走 来到城外 这时候饿得忍不住 就掏出一只烤老鼠吃 刚咬了一口 那香气被身边几个人闻到 都来跟他要 但是这个小喽啰不给 那些人很生气 就怂恿小头目去要 小头目也正饿得发慌 知道以后立刻就去要烤老鼠 那小喽啰当然不肯给 一个一定要 一个一定不给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正好他们这批人 是保卫老洋人的 离老洋人很近 因此被他听见了 立刻把这些人叫过来 问名情犹 不觉大怒 责备小头目不该应要 小喽啰的东西 立刻传令斩首 那些小喽啰 一来都在嫉妒 有小老鼠吃的那个小喽啰 二来这个小头目的事情 是他们怂恿出来的 心里不服 就去找丁宝成 请他去求饶 丁宝成想起旧恨 就成事说 你们的话他哪里肯听 如果肯听 也不会叫你们饿着 去拼死赶路了 老师说一句 他心里什么时候 拿你们当过人 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杀掉一两个算什么 你们让我去说 不是嫌他杀一个不够 让我再去凑成一对吗 众人听了这话都很生气 说我们为他吃了许多苦 他怎么敢这样对我们刻薄 你既然不敢去 那我们自己去说 他要再敢这么对我们 那就不客气 先杀了他 丁宝成故意拦阻说 这如何使得 你们这样去 不是去找死吗 众人一听更急了 一窝蜂拥到老洋人面前 要求赦免小头目 老洋人大怒说 你们是什么东西 也敢来说这话 再如此胡闹 一起拉出去杀头 众人大怒 一起叫道 先杀了这狗男女再说 先杀了这狗男女再说 没等喊完 有几个性急的人 冲着老洋人就开枪了 老洋人当场毙命 大家一见闯了祸 就想一哄而散 丁宝成急忙拦住大家说 你们如此一散 便都没命了 不如全都跟着我 去投降官军 仍旧让他们改编 倒还不识好汉的行为 众人听了都愿意从命 还有些人听说老洋人死了 立刻就散了大半 没散的 跟着丁宝成来投降官军 张福来一面命人 妥为安置 一面申报洛阳吴佩福 吴佩福大喜 夸奖了他几句 同时下令将费军 发钱遣散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